血栓是什么?这一听就是跟血液有关的,简单来说,血栓只就是血液内因各种因素,而形成的异常血泥块,这些血泥块不仅会导致血流不畅,还可能会诱发关心病,脑梗死的心脑血管疾病。 虽然血栓危害不小,但血栓形成后,大家是没有办法迅速发现的,一般来说,等到血栓导致脊部血管堵塞后,身体出现不适,大家才会有所察觉。 那么除了尽早发现血栓之外,血栓可以被人体自动清除吗?人体能自动清除血栓吗?人体能自动清除血栓吗?答案是可以的。 在健康人群的血液中,有两种不同的机制,即凝血机制和溶解血栓血栓的机制,凝血机制会形成血栓,而另一个机制则能透过系统的方式来溶解人体不需要的血栓,而且凝血机制和溶解血栓机制处于一种动态的平衡,因此人体是有自动调节功能,可以自动清除血栓。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,这套自动清除血栓的机制,只能溶解少量血栓,如果体内存在大量的血栓,那么人体的溶解血栓机制,就会心有余而力不足。 尤其是血管内的垃圾越来越多,血管出现老化,这更会加剧溶解血栓机制的工作量,最后不堪重负,从而导致血管变窄,发生血管堵塞,一发中风,关心病到心脑血管病。 综上所述,人体可自动清除血栓,但无法清除过多的血栓,那么怎样才能清除血栓呢? 除了身体的自补清理外,饮食调节也十分重要,这三种食物是血栓的天敌,常吃哪些食物有助于清除血栓呢? 下面这几种食物一定要了解一下,一群穀物,全穀物及完整的穀物,包括米大麦,小麦和大米,以及其他穀物的外壳,及肤皮,肤皮富含纤维,下食纤维纤维可增加饱腹感,防止身体渗入过多的脂肪,以及降低胆固醇水平,所以多吃全穀物,可助于清除血栓。 而低脂乳制品,对于每天需要摄入一定耐制品的大家来说,特别是体重操作者,尽可能选择低脂或脱脂的乳制品非常重要,因为低脂或脱脂的乳制品可以减少人体摄入热量和脂肪的量,建议每天饮用一到两杯低脂或脱脂的乳制品。 三不加盐坚果,胆固醇有好坏之分,坏胆固醇,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一旦升高,所以导致动脉周氧硬化和关心病等心血管疾病的发生,而不饱和脂肪酸可以降低坏胆固醇的含量,体的维护血管健康,保持血流畅通的作用。 而不加盐坚果,是不饱和脂肪酸的影响来源,盐坚果热量较高,每周食用4-5瓦不加盐的坚果为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 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